Hello 大家好 因为这两天可能拍摄条件所限 只能在车里了 本来我说过两天聊吧 结果实在憋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又看到徐晓东 又发表高论了 徐晓东最近不打拳了 天天给你聊政治的 徐晓东发了一条信息 他说 我不都念了 他说 我骂一个李毅 就是为了防止其他像李毅一样的畜生的出现 骂李毅就是表明一个态度 我们不倒退 我们不能再回到那个动荡的年代 骂李毅也是向世界发声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 我们是和主流国家一样的 牛逼不 如果你不知道李毅 你也不了解徐晓东的话 你单看徐晓东这段文字 你觉得徐晓东说的是真理 对吧 是真理啊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爱好和平吗 爱好和平谁不愿爱好 谁都爱好和平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爱好和平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徐晓东 我问你啊 抛开李毅这件事 咱先不谈 你虽然说的是要骂李毅 但是你背后 你是不是要骂李毅 你自己心里 明白 我相信看我视频的 不管是你支持徐晓东的和你反对徐晓东的 我想大家都理解 咱们今天就应该把徐晓东的内裤扒下来 知道吗 就应该把徐晓东的内裤扒下来 怎么扒 徐晓东你说你爱好和平 可以啊 你前几天刚发的推特 你说所有支持李毅的人 死全家 死全家 这是爱好和平的表示吗 另外一个 你之前的推特上说 你在北京的全馆 等着所有支持李毅的人 我在外面打你 叫犯法 我在擂台上可以打死你 是你说的吗 是你说的吗 徐晓东 你再反对李毅 你再看不顺眼李毅 你有本事写文章 发表评论 摆事实讲道理 你跟大家说 你到底哪看不惯李毅 对吧 你用文字的形式 做视频也行 你动不动 干嘛 用拳头解决问题 这就是你所谓的爱好和平 而且我跟他命念的 徐晓东这段文字下面 他还配了几张图 他把金灿荣 把司马南 把李毅 一帮人 全部划入他的打击范围之内 怎么着李毅 你想跟金灿荣 在擂台上见面 也用拳头解决问题 你想跟司马南 66岁老头 也用拳头解决问题 你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说不过人家 第二你说得过人家 但是你没理 你不敢说 所以你这个怂包 只能用你那一身横肉 懂了吧 你的人生管理 就是用拳头解决问题 这就叫你所谓的爱好和平 另外一个 我之前我有一个视频说过你 你爱不爱好和平 向全世界宣告 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跟台湾那个馆长 陈志涵 你们俩什么关系 你的频道下面有大量的台湾的粉丝 对吧 徐晓东 我不是说你不能吸引台湾粉丝 台湾的台湾粉丝 就是他你们下面那帮台湾粉丝 他是持什么政治立场 全是台独 原因就是因为你徐晓东 你爱好和平 你反对武统台湾 另外你跟馆长陈志涵 长期以来保持密切关系 馆长陈志涵是一个他妈大大的台独 他已经是扶上台面了 他要跟解放军决一死战的 尽管大家知道 解放军登岛的时候 他他妈也是个俗辣一个 也是他妈怂包一个 他跟你徐晓东 其实都他妈一类人 表面上看着四肢发达 真正到了这个坑截上 说白了 你他妈就吃屎去了 当然你直播过吃屎 这个对于你来讲没有难度 知道吧 你不要总是挑软式的捏 徐晓东 你他妈三四十岁 你冲着金灿荣 冲着司马南 冲着李毅 这六七十岁人 天天他妈挥挥拳头 爱好和平 我们非常爱好和平 爱好和平的目的就是 我们不能武统 武统叫不和平 我们要向全世界发生 我们要和主流国家一样 我想问一下 谁是主流国家 谁是非主流国家 中国是不是主流国家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还说 我们不要倒退 我们不要倒退到那个动荡的年代 谁倒退了 啊 徐晓东 哪里倒退了 不让你说话了吗 你靠着你一天到晚 煽动仇恨 煽动 煽动这个分裂 你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你在他妈全管线下赚多少钱 另外一个 这个你说呀 这个我们不能回到动荡的年代 我想说你啊 和这个 袁腾飞 你俩 是他妈一路获死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没有现在 中国共产党 把中国治理的这个程度 包括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你和袁腾飞 假如说在美国的话 美国是你们的灯塔吧 是你们心中的最美好的地方吧 你如果在美国的话 现在你要面临着按照李毅的那个算法 按照人口比例来讲 中国应该死了110万人了 确诊你自己算一下吧 美国三亿人 确诊 一千多万 三十分之一 三十分之一 如果放到中国14亿人里以后 要确诊多少 中国的人口是他妈 美国的四倍还多 那就是四乘以一千 确诊将近5000万人 死亡110万人 薛小冬 如果说你跟袁腾飞 现在在美国的话 你这么向往的地方 你们两个现在还能出来逼逼 薛小冬 你还在广州举办粉丝见面会 还举份线下活动 躲都来不及了吧 应该 啊 袁腾飞 你还带个小牌子 四处飞 这边参加活动 那去大理 还开会呢 你还 你还有心开会呢 都他妈死一百多万人了 你还能开会呢 确诊5000多万人了 你还能开会呢 你们两个 我不是说 中国抗疫的成果 全部归功于中国共产党 当然是全中国上上下下 14亿老百姓 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薛小冬 袁腾飞 你们这帮人 包括方方 你们证实过这个问题吗 你们证实过这个问题吗 我想请问一下 还他妈 我们要跟主流国家一样 对了 你说对了 现在你的主流国家里面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包括日本 你去看一看 他们目前的防疫成果 和他妈确诊的病例 你再回来 德伯 懂了没有 不要经常过来主流非主流 薛小冬 你懂什么叫主流 你懂什么叫非主流 我这些视频说过你 你好好打拳 好好打假 没有人反对你 很多人支持你 但是你不 你就不 你就玩这玩这些 你他妈根本就不懂了这些玩意儿 把自己说的跟个神似的 你以为你有粉丝 你声量大 就证明你对吗 越是这样的人 粉丝越多 声量越大 对危害的 这个对社会危害的程度越大 一个是他妈 徐晓东 一个是袁腾飞 这他妈俩 一文一武啊 可以说是 中国两大祸 真的是两大祸 动不动 还他妈 不要回到动荡的年代 中国他妈确诊5000万人 死110万人的时候 这叫不叫动荡的年代 徐晓东 叫不叫动荡的年代 什么叫人权 你懂不懂 生命权是他妈最高的人权 你他妈命都没有了 你给我讲什么自由民主平等 一堆烂人 动不动 拳头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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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除了看见 看见你在那个擂台上 把他妈雷雷打得满地找牙之外 你打过有几个像样的 你们搏击圈的 有名气的人 我不是说那句话吗 柿子专挑软的捏是吧 打完雷雷又准备打毛宝国了 这种货策就是你的目标是不是 也对 你打他们百分之百能赢 而且还能赚声量 还能赢得粉丝 还能赢得掌声 把粉丝吸引完了之后 又开始洗脑 把你他妈这般 大脑子都是大粪的 这帮的这个 这帮人的这个思想 再传递给下半年帮傻逼粉丝们 不是就这个吗 你还玩意识形态呢 徐晓东 你配吗 你配吗 你 你读过几本书 你懂什么 还给我聊主流国家 今天赵立坚这事和澳洲这事 我前两个视频不是问了那个袁腾飞了吗 你也聊一聊 你这么大一个V 你聊聊呀 澳洲他妈的残害 以及阿富汗平民 这么多人 他自己亲自承认的 你聊聊吧 这是主流国家吧 澳大利亚是主流国家吧 你聊聊 美国的关塔纳摩海军基地 美国的关塔纳摩的那个监狱 你聊聊 怎么残害那个囚犯的 怎么虐待的 你聊聊 当你想说 动不动荡的时候 社会是不是动荡的时候 徐晓东你的年纪 你没有经历过动荡的国家 你没有经历过动荡的时期 你要想知道什么叫动荡 我想请你去多多关注一下 阿拉伯之春之后 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北非 和中东 你去问问也门人民 你去问问黎巴嫩人民 另外啊 主流国家的老大 对吧 参与的次次颜色革命 次次都是为了给别的国家带来和平之后的 叙利亚 伊拉克 你去问一问 好不好 这就是主流国家干的呀 是不是 徐晓东 这些事你们从来不说呀 怎么 一天八八的在那 主流国家干这些事 你怎么不提呢 一个一个他妈德行吧 一个一个 我跟你说 我如果说想骂徐晓东三分的话 我就想骂徐晓东和袁腾飞那帮粉丝十分 真的 最可气的就是一帮粉丝跟着捧臭脚 中国真的是不缺傻逼 真的 一点不缺 不缺傻逼 不缺卖国的 不缺带路党 不缺恨国党 真的不缺 真的树的树大了 林子大了 什么鸟肉有 徐晓东一步一步把你们妈被带到邪道上 最后像他 像袁腾飞 最后人家一屁 一拍屁我人家他妈移民了 人家申请政治避难去了 你们这帮人呢 你们天天在下面捧他的 给他赚流量的 帮他赚广告费的这帮人 你们的出路在哪 你已经被他洗成那个样子了 你的出路在哪 我想请问一下 一辈子生活在中国 也走不了 最后 在悔恨当中 是吧 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你最后的归宿吗 天天把中国恨得压痒痒 最后呢 你能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声量 你有这个水平 移民吗 人家徐晓东 袁腾飞可以啊 名气有 钱有 这移民不成问题 再接申请一个政治避难 OK了 对吧 很多国家抢了药 这出去不比什么黄河边 是吧 不比什么一些什么 这个边缘什么阴体啊 这帮人 粉丝量大吗 影响力大吗 这还不容易 太他妈恶心了 我跟你说 诸位 怎么最近 真的是 哎呀 民主党啊 拜登啊 他就像是一阵春雨 狗尿台 经过春雨 这么一沐浴之后 纷纷跳出来了 都发芽了 你看见没 最近多活跃啊 这帮人 啊 多活跃啊 方方 德克他妈BBC 什么 什么叫什么 百大金国吧 是吧 还是什么 金国英雄啊 你看那一屋子人 一个个 送红酒的 切蛋糕的 线花的 都冲出来了 赶快上镜 再不上镜晚了 民主党现在在点名了 啊 点到名的 露到脸的 才分狗粮 你们他妈就是这帮人 你们跟着主流国家混吧 啊 徐晓东 你们跟着主流国家混吧 主流国家给 给全世界带来了和平 就是今天赵立坚用的那张漫画 没错 他是带来了和平 但是他把你的 他把刀顶在你的脖子上 就这么简单 你听他话 也许能换来和平 也许 但是那个时候 中国已经不是中国了 你还给我聊动荡 你经历过什么动荡时期 你懂什么叫动荡 你懂什么叫和平 你懂什么叫主流 你懂什么叫非主流 一个他妈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货 你真正啊 想用拳头解决问题 去找你们那个圈子里的 搏击界的 有名的 上得了台面的 不要天天盯着雷雷 马宝国 这个派主 那个门长 那帮都是他妈拉几 一天到晚你盯着拉几 你是干嘛 捡垃圾的 收垃圾的 啊 你是开垃圾车的是吗 薛小冬 你跟垃圾是一样的 你的身上充满了垃圾的臭味 因为你一天到晚跟他妈拉几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我还是那句话 谁在捧薛小冬 谁在谁在捧袁腾飞 都他妈是垃圾